做什么呢 把黑色再往回拉一点 我直接再新建一个曲线啊 新建一个曲线 这个呢 我们增加对比 把这个黑色的区域再往回拉 拉到一个 跟右边看着 黑色好像差不多了 但是也别纯黑啊 哎 这样是差不多了 对不对 有黑有灰有渐变 然后上面呢 这个白色我增加对比嘛 我白色也再拉一点 拉到像右边这样纯白 大家要注意啊 别把这个 这个灰色全都给拉没了 你看你 你比如说你啊 拉成这样 这不好了 对吧 是纯白了 但是阴影也没了 所以说我们 要拉的保持阴影的一个程度 就ok 啊 一点点就ok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继续在观察 看看它到底还差在哪 对不对 差在这个影调 我觉得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这块阴影不用考虑啊 因为这个图片有阴影 咱们没有阴影 对吧 就考虑人 和白色这些部分 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可以把影调的观察层关掉 看一下色调的差别 那色调差别就非常大 对不对 色调差别我觉得是 怎么说呢 相当大的啊 我们可以这个先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明显是偏蓝 咱们这个图呢 明显是偏红 对不对 那不是偏红 偏黄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呢 继续打开一个曲线 打开一个曲线 偏蓝怎么做呢 咱们把这个曲线调到蓝色通道上 然后把左边底部往上拉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偏蓝嘛 对不对 就让它 蓝色多一点 然后呢 我还可以调整一点红色看一下 因为我感觉这个红色呢 也是可以调一调的 因为我发现那边人物啊 包括背景里边这个 颜色也不是一个纯白 对吧 它偏一点黄红那种感觉 我们拉一点红试试 啊 拉一点点 拉一点点红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先把这个白色的区域调的比较接近 这些黑这个色块啊 阴影这个色块不用管 白色呢 调的相对接近一点 我们再观察 再观察 它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啊 那我发现这个白色呢 可能还是差一点 这边的白色还是有一点这个 发黄 所以说我们继续调整白色 把可选颜色 调出来 这个人物肤色先不用管 我们先针对一个一个颜色去调 一部分一部分去调 这样才能追到真正的 像的这种情况 我们拉到白色 然后感觉有点偏黄的话 我们把黄色去掉 你看啊 这绝对不行啊 咱们那点点相对 然后我这样调 你看是不是 哎 有点那个感觉了 对不对 黄色往右边多 往左边少 那我们去点黄 我们去一点黄 感觉更接近了 去点黄 感觉是更接近了 然后咱们下面再观察 还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啊 还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 那我觉得 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这些阴影的色块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我们现在选颜颜色可以试一下啊 黑色 我比如默认它是一个阴影的话 调黑色 你咱们看看有没有用 你会发现没有用 它只有人物身上的这个黑色是动的 背景的黑色是不动的 那我们有一个 别的方法啊 你看怎么玩 咱们把这些色块呢 都给 颜色去掉 再调成这个颜色是不是就会简单一些了呢 咱们试试啊 把色相饱和度打开 我们直接拉这个 对吧 你看现在这样 我们拉成这样 是不是最起码来说 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是比较接近的了 对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部分颜色的这个 跟随 这个根源了 就这个灰色跟这个灰色是比较接近的了 所以说这个饱和度去掉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全去掉 全去掉成黑白了 跟那边不一样了 我们还要适当的保留一点这个饱和度 保留一点这个饱和度 然后 这个咱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颜色需要调整啊 如果说这个 饱和度拉成这样以后 你会发现它还不一样 咱们还可以继续观察这些色块到底怎么处理成这种偏紫的感觉 同时呢 我就我也建议大家啊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这个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一个这个 把观察层去 又点错了 观察层去掉 去看一下这两照片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啊 观察层去掉以后 我们还是一点啊 别看人物 人物是最后条的 萌版也没有擦 我们只看背景 只看背景 看看它还有什么具体的差别 我会发现这个背景呢 其实整个阴影的颜色这么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你觉得还是差一些呢 为什么觉得还差一些呢 因为它这块有明显的阴影 这个阴影是处于一种蓝色色调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观察层打开 继续去追啊 继续去追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个人物擦出来一下 我觉得啊 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人物这个颜色是非常难受的啊 把这个人物擦出来吧 嗯 擦出来 这大家还记得上次是教大家怎么擦的吗 这不是白色的涂层吗 对吧 是白色的